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张玉琪呢 路人员杠杠的 系路野广 怎么就被排在这么靠后的位置了呢 这肯定就是有黑目罗 我劝你们下期别看了 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纯属扯淡 不过咱们再小小吐槽以下别的选手 比如说孙楠 靠嗓子混口饭吃的 每次上台唱歌都是那个鬼哭狼嚎的惊人 把我给烦坏了 翻乐团吗 就一般吧 太闷骚了 那黄轩 虽然每次都搞笑应景 可惜把歌曲都给唱烂了 真是浪费了他那颜值 你们说 要不咱来直点直点导演组吧 别整那些有的没的噱头 干脆选几个严肃正经的音乐大师当评委不就完了 让他们好好把选手挨个儿平头论足 谁不服气就直接对骂起来 绝对比这无聊的排名秀有意思多了 咱们就等着下一期看笑话吧 咱们还是从纳英说起吧 他这一次可把网友们给惊艳到了 上台那会儿我就在想 这不是咱们熟悉的纳英吗 怎么今日各换了个人试得 是啊 纳英这一曲一开口 就让人感觉耳朵都快怀孕了 他老是嗓子卡壳 颤音全眉 一张嘴就跟钟楼撞了试得 这回可不一样了 妹骚的嗓音酥酥麻麻 软软糯糯的 听着就让人浑身发毛啊 尤其是他唱到高音那会儿 嗓门可真开了啊 嗷嗷直叫 那感觉就像猫被人踩了尾巴 太销魂了有目有 大伙儿都被他这高低音的分贝差惊呆了 连汪峰这老油条都忍不住赞不绝口 直说这才是我心目中的那音呀 可不就知道我这老伙计英子的实力了 还有哪个五旬老太敢在台上唱这么嗨 当然啦 这次那音的成功可不单单靠他自己 幕后可是有一大拨人横捧场呢 有网友就说 这波操作绝对是别有用心 不过具体是啥就你们猜去吧 反正推上第一的宝座 让本命年的他重现了巅峰风采 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你们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 我觉得把孙男排在第二名 也算是叫科书级别的操作了 大伙儿都知道他就是歌唱江 台风了得 唱歌时那叫一个卖力 不过这一次 孙哥可是从一开场就给观众来了 各降龙十八掌 把那首歌唱的精华分成 跟以往他那图撇撇的风格可不一样了 这回干净利落 自证腔圆 把每个音都咔哒咔哒地咬得很清楚 这就叫做做足了功课 专业水准吗 就凭这开场的亮眼表现 他就已经赢了 可孙哥哪能就这么算了 接下来他就开始使出杀手锏了 狂野的高音 挨碗的情感演绎 无不体现出他将这首歌完全融会贯通 尤其是那些高潮迭起的旋律 他唱的简直让人如临其境 仿佛就站在那个绝望的悬崖边上了一样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内心的悲伤再一点点放大 我就被他的身份代入给感动坏了 这部 就连节目组都坐不住了 把他排在第二都快对不住他了 毕竟比起那个什么fine不fine的乐队 孙哥的发挥确实强出太多 我看fine乐队那帮年轻的小子 被孙哥这波操作噼里啪啦打的哭爹喊娘的 完全受制于人啊 到底谁才配排在前列 真不是问题吗 咱们接着来说说张玉琪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小姑娘吧 说实话 她的排名真是让我大跌眼镜啊 起初看到她那张嘴 我就忍不住心想 小妹妹 你是不是把舌头给卷进去了 一开枪就跟鸭子学嘎嘎一样 完全把曲调给拧歪了 她的气息控制的也太差劲了吧 嗓门儿一悔而大 一悔而小 听着知识让人毛骨悚然 更可笑的是 她还想模仿邓紫棋的神作旧风范 可惜吗 除了皮像之外 她跟邓姐知识天壤之别啊 台风低能 表情管理糟糕透了 看着就很着急 完全演绎不出那种游刃有余的感觉 你说她怎么就配排在那么高的名次呢 简直就是浪费分数吗 不过话说回来 她输给黄轩也无可厚非 咱们黄姐知唱功吗 向来都挺稳的 而且调皮可爱幽默感十足 台风也很足 把曲子演绎的生动有趣 相比较之下 张玉琦那种儿子式的表现 真是相形见处了 所以我估谋着 把张玉琦排在这么高的名次 怕是别有忧心吧 就算她学历再高智商再高 可在舞台上表现平平 硬是把她捧上去 未免也太生猛了点 倒不如从她的包装宣传 就看出一些猫腻来 网友质疑她靠流量 吸引眼球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啦 论演唱的实力 她的名次显然被高估太多 观众自然也不买账了 看完这一期节目 我真心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么觉得 咱先不说那些夸大其词的包装宣传 就拿张玉琦来说吧 她的事先造势可是费尽了心机 先是大肆宣传她是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高材生 然后再夸她是个天才少女 连浪姐的两大实力派都被请来站台 这阵仗摆得可真是大手笔啊 可结果呢 一开口就让我们大跌眼镜 除了长得精致之外 她的表现着实有些拖了后腿 台风低能 情感渲染差强人意 现场气氛显得非常尴尬 观众看了自然也就失望了 用实力不行捧都白搭来形容她再合适不过了 不只是张玉琦 其他选手也好不到哪里去 比如那个饭啥的乐队 有没有才华我们是摸不着头脑的 只知道他们现场表现平平无奇 黄轩也就勉强过关吧 有几句高音阶不太好 反观孙男和那英 尽管年纪已大 但他们的经验和实力却依然炉火纯青 特别是那英 在大师们的鼎力相助下 她的状态回涌得令人震惊 作为乐坛的老将 他们完全凭借实力取胜 而非依赖噱头或包装 首先 孙男和那英在音乐界 已经有着多年的丰富经验 他们的音乐作品 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 无论是歌曲的旋律 还是歌词的内涵 都展现了他们深厚的音乐功底 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岁月虽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 但他们的音乐才华却从未减退 其次 那英在大师们的帮助下 状态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这些大师们不仅是音乐界的佼佼者 更具备着丰富的指导经验和专业知识 他们为那英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帮助他在演唱技巧 舞台表现等方面取得了突破 这使得那英在舞台上展现出更加出色的状态 让听众们为之震撼 此外 孙男和那英作为乐坛的老将 他们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们通过多年的努力和坚持 不断提升自己的音乐水平 不断追求卓越 他们的实力是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 他们的音乐作品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与其他一些依靠噱头或包装来吸引眼球的歌手相比 孙男和那英更注重音乐本身的质量和内涵 这也是他们能够在竞争激烈的乐坛中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孙男和那英虽然年纪已大 但他们的经验和实力依然让人惊叹 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音乐造诣 还在大师们的帮助下不断提升自己 作为乐坛的老将 他们完全凭借实力取胜 而不是依靠什么噱头或包装 他们的音乐作品不仅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 也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觉得以上这些问题 无意不再说明节目还是要回归音乐本质比较好 对待选手要客观公正点 少做些花里胡哨的包装宣传 多花心思在打磨实力上 至于评委 还是请几个专业的大师来把关吧 他们的眼光可比那些追求流量的商人们要犀利多了 就是 多些对音乐本身的敬畏和尊重 才能办出一档足以传世的好节目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99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